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办法再说出老公有那么多的优点 我也看不到了 那我就想请教师母你是怎么样能够让你的这个优点 常写 常心 而且常讲 常心 而且还常常变幻花样 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传授一些这个微妙的经验 让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包括牧师 我想先来听师母 好吗 谢谢开山 我觉得这个分享真的很好 我刚刚休息的时间 我去把我的存款本带上来 每个都 这是第一本 第一本就是我说的 意大利皮字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随便哪本 上面都还标注了 学任几月几号 几年几月几号 book9 第9本 每个都标注都找得到 标顺序的 我做这些 我的恩爱父亲的追踪小组 他们都知道的 我从第一本第二本他们就开始看 我累积一本 累到他们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带动 我有这个小组的鼓励很重要 翻旧的时候 也看见我们自己进步的足迹 那我们讲说 老公是同一个 你怎么夸能夸出花来呢 你怎么能够从同一个人身上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优点呢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能够花多久在台湾 但我讲讲我自己的体会 我觉得我自己要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我也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 我不喜欢变动 但我喜欢变化 那一样的事情要做到 让老公感觉不一样 对不对 我自己要同一个饭菜吃 吃一餐可以 一个礼拜都吃这个我也会腻 对不对 我都是这样 我更换我老公呢 对不对 而且夸人要夸出诚意来嘛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它做的工业化 大量大批制作 又不会感觉到有重复 这是艺术 知道吗 我自己是这样 我打开了以后 这是我当年写的 我看看 我很麻 然后写说 真言十五章四节 温良的蛇是生命树 怪谬的嘴使人心碎 我就写 勉力彼此能够成为随时随处 医治人心 鼓励安慰 劝勉建造 无耻软弱 滋养人心的那个人 画了一个爱心 里面写 爱的展现要从身边那位最close的人开始 这是我结果提醒的 我每天打开的时候 我要先看一遍 记住我的初衷 然后呢 记住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才不会做着做着 我自己都迷失了方向 失去了动力 所以这是放在book one是有原因的 这个范畴定好了 下面就不会偏 第二个 结窍来了 我没有打开了 我都忘记我以前做过这个事 我写了for Daniel 然后下面写了样板句子 样板句子 样板句子写了一二三七八句 第一句是 一谢谢你 可以用谢谢你开头 谢谢老公今天 第二个写 很感恩 很感恩什么 第三个是 我很欣赏你的事 第四个是 我非常嘉许肯定你的事 第五点是 这个嘉许的瓜子会写特质 因为很容易就爱你做什么做什么 我觉得嘉许人比嘉许做的事情要重要 我自己是希望人家嘉许我这个人 不光光我做的事 第五点 我觉得很感动 当老公你点点点的时候 点点点 第六个样板日子 我很鼓励你去点点点点点 鼓励就自行补充内容 第七个 我老公恭喜你点点点的突破 哇 这个突破这进步就说的多了嘛 第八个 我非常高兴 因为你 点点点点 样板句子 就八种 那八种换来换去 也不腻嘛 对吧 所以我有样板句子可以参考 我自己这个思虑这个铺干的时候 可以用 第二点 就是重要的事情要反复强调 有时候 比如说我希望老公注意的 比如说 对我讲话要小声轻声细语啊 或者是说 我喜欢 他特别有耐心的时候等等 就是我觉得 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的时候 他每做到一次 我就要看到一次 直到他这成为他的信念跟习惯 他知道这个我喜欢为止 所以重要的事情要反复强调 那师母你能不能 第三个放大屁 对不起 我特别想知道那个细节 你能不能给我们念一篇 哪怕是一篇 就是公开一点的 你怎么做的 比如说老公我谢谢你 谢谢你后面是啥东西好不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脑子笨呢 他真的想不出来啊 老公谢谢你 我随便 你随便翻一篇 给我们念一篇好不好 对对对随便一篇 老公一 谢谢你尊重 给我空间 自己 就是也陪我吃早餐 然后而且你烤面包的这个温度 那个脆度刚刚好 第一点 第二点 谢谢你为了咖啡 注意这个热度 确保这个喝到的时候温度刚刚好 这件事情尽心尽力 而且呢在我表达用凉面酱瓶装的时候呢 你看见的不是正面鼓励 而且是及时的对我这么说 不是抱怨和否定 你说你怎么不这么做啊 所以你是用正面肯定 肯定来肯定我 谢谢 我已经不记得凉面酱什么事了 但是这边写的 就是说有一件事发生了 但是牧师呢是正面鼓励你的 说没关系这么做可以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不是说你不应该这么做 而是说 你怎么你怎么这样 对对对 不是你怎么这样 方式来表达他的 他的想法 他想怎么样 对对对 哇连这一点也看到了啊 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啊 就像我说的 他如果他直接就冲口就是 你为什么都不这么 那我一定很气嘛 那他如果说 哎呀如果你这个凉面酱能够 不要那么辣 那我会更高兴 那我就要肯定他了 哎这样说我就听进去了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太好了 他骂我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吃了 你故意的是不是 对那我就 我就受伤了嘛 我就感性不了 所以他的讲话的进步 我可能就看见啊 第三个这个 你替猫咪开罐头 解决蓝莓之急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写 第四个 你目标主宰心态行为 就是不情绪 没有情绪闹事 可能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 然后我看见这一点 那我就我就写 报告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五个 就是说 老公有这个愿意的心 就是建造提升我们的生命 就是愿意花时间跟我建立公司 欲求你用我做你的亲密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